你看一个人他到底怎么样 这个人值不值得教 你看他身边的人是一样的 一法通万法通 明白吧 你请客吃饭一顿饭 他请你吃的是什么 代表你在他心目之中 他为什么安排这顿饭 是什么定义 是哪种朋友 你从他请你吃饭的地儿 菜品 以及他是否安排酒 安排饮料 然后到整个饭吃多长 过程中聊什么 你就完全能够知道的 门清他在你 你在他心里是什么样一个地位跟想法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会刻意的请你吃 表面关系很好 会刻意的请你吃当地很贵的 很有牌面的这种人 第一他没有真正把你当兄弟 你在他的界线里是朋友 第二他本人对于生活来说 是一个不能说比较虚荣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第一认知展现的是什么 是我有什么东西能给你看 这是他觉得安全的 所以他才会安排这种说 非商务局 我请你吃饭到一个地方 我不请你吃当地特色会什么 因为我怕你会挑礼 我怕你会觉得我作为地主 我招待的不周 那是因为我们不够熟 我们都不需要沟通 我安排了这个最贵的最好的 最有名的馆子等着你 对吧 第二你看有没有带酒 如果当天晚上提前 首先他带了一个酒 说今天我们喝这个 说明什么 他没有特别在乎你的想法 不然他一定首先会问你 你想喝什么酒 以客为尊 而不是以主为尊 对吧 又或者他足够了解你 他知道你不喝酒 那最起码会问你一下 兄弟今天有没有这个需求 对吧 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没有什么人 这是第二点 第三 看这个整个吃饭的过程之中 聊的是什么话题 如果聊的这些东西 都是关于说一些厂厂链的 关面的 风马牛不相及的 聊完这些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 甚至觉得这个局有一点点尴尬 有一点点无聊 吃完以后喝完以后 然后差不多了 大家就是会会会在这个桌上的人 包括他一定不会自己跟你吃 因为我们请好朋友吃饭 包括什么 我们肯定要请人作陪 比如我喝不了酒 那我一定会叫一个能喝酒的 为什么 气氛得搞上去 很多东西都得考虑 如果你看到有一方开始 吃饭的过程中 经常会拿起手机看 或者会看眼表 或者他的脚朝着门的方向 就是他的脚的脚尖 是朝着门的方向 这就代表桌上的这几个人 已经想走了 这个时候最傻的人 就是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再多聊一会儿 我们再怎么样 人家可能会给你这个面子 人家有这个修衍 人家会做 但是你记着 当你判断出这件事情 你给你的感觉 这个局好像差不多的时候 要么你先告退 要么就赶紧给人台阶 就大家赶紧散了 赶紧走各忙 各回各家各找各吧 懂吗 我凡是遇到这种商务局 不管宴请我是不是主角 我一旦发现这种情况 我就会找一个借口 跟台阶是什么呢 我这边突然出了点事 比如说我今天特别不舒适 或者是我今天突然特别的困 我刚刚坐飞机是什么 类似于一个这种的 很真诚 但是不假的这么一个借口 你明白吧 咱别说是这东西 突然 哎呦 我跟你讲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 不是这样的 咱也没必要做假 说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得赶紧走 没有 就你拿自己的说事 就是我今天特别 可能坐飞机的时候 就特别不舒服 刚刚喝了点酒 或者吃完这以后 我根本拿自己情况去说 然后说 我想先走 然后我把桌 我可能平时都不喝酒 但我把桌上这个酒给干了 您看看 行不行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表达清楚了 你先走也好 或者大家就这么散了 你要多帮 你明白吗 就朋友的相处 一定是互相去考虑 当然 如果你们足够好 关系足够词 你可能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互相什么人 他也绝对不会让你难做 他看你哀声叹气 他看你一开始打哈欠 他就直接跟你说了 你可以先走 你懂吧 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每一次 你想交一个朋友 你想认识一个人 通过一顿饭 通过他的朋友 通过你们一顿聊天 通过一个下午茶 其实认识一个人 只需要一个小时 根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你就应该有个 大概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 而我们大部分人是什么的 很多人说不是 朋友是要处的 我经过很长时间 我才看出他真面目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仔细回想 根本不是 你仔细去回想 真正你跟现在 大部分社会上的人 走出学校以后 咱们说的是 你判断一个人 就通过他开什么车 就通过他给你展现的 他到底有没有实力 他有没有钱 就通过他给你展现的 他在社会上 比你高 还是比你低的 这个感觉跟地位 你通过这个判断 你只要判断这个人有用 比你高 这么一个局上 你的说话 你的做事 你的很多东西 都是违心的 都是不正常的 而你的这种违心不正常 你觉得你表现的很真 你觉得别人没有看出来 但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非常有能力 有权势 有地位的人 他不会跟你交朋友 因为你表现出的这些东西 哪怕他不会判断 说你哪个表情不对 你说哪句话不对 他不这么判断 但是你给他整个的感觉 他会觉得 跟他身边大部分 加了联系方式 吃饭的时候的这些人 工伪的人 拍马屁的人 很像 玩过狼人杀吗 狼人杀玩过生推吗 生推是不能验人的 就通过简单的发言 投票逻辑 然后这些东西就判断 你把玩生推上的那种感觉 你玩得久 一个好的狼人杀的选手 不是听他 你让他说 有些人说不出一二三 说你哪个逻辑有漏洞 哪个都有错 有些人不是这么判断的 就我听他说话的方式 特别是第一 第一晚上发言的时候 第一次第一印象 我觉得他就是有问题 他哪句话有问题 他就说了一个 我是平民 什么都不知道 过 但是我就感觉 你怎么像撒谎 但是慢慢你就不坚信这个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 所谓的第六感 但第六感不是什么 超科学超神秘的东西 第六感是非常科学的 就是你的大脑 对于所有的这些客观的 没有系统总结 非逻辑的 所有周围的这些东西 进行一个总结 然后告诉你一个情绪 告诉你一个想法 但这个想法 它就是一个非常弱的信号 在你的脑子里 有些人很重视 自己的这种感觉 有些人不重视 但是往往 很多对于你知道吗 就是难以判断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给你是最真实的 所以你记着兄弟 如果你真的想结交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 你在本着不恭维 不拍马屁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去展示真实的自己 然后你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说这样的话 只是你说话的方式可能变了 打个赞单的比方 正常情况下 你不喝酒 或你不愿意喝 你可能听说人家这个以后 为了搞关系 你会说来哥 我敬你一杯 觉得没有必要 你可以优先表示到一点 就是哥 我从来不喝酒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或什么东西 这样我这有杯水 您这有个水 咱能用水碰一个吗 你觉得哪个效果好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真诚 永远是人跟人交往 你谈恋爱也好 你干嘛也好 第一要素 你甚至不需要说一句话 语言可以不通 但是你只要在任何的国家 任何的地方 任何人面前 你表现出你的真诚 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你在开口之前 你就成功一大半了 基本上没有 所以真诚很重要 很多人说 你说这个不对 什么是什么 有方式 有方法 我可以告诉你 当所有的人都在相信 这套理论 都在讲方式方法的时候 你出去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方式跟方法 有能力的人 他看这种东西 就已经都恶心的 都难受了 他需要的就是 突然有一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什么 这是真诚 需要的就是这种 你就会成为那个相伯伯 你就会成为别人眼中 那个闪着光的人 人家收入比你高 人家车比你好 人家房子比你大 人家老婆比你漂亮 你在这方面 你装有意义吗 我借辆车 我穿个什么衬头的 好看点的衣服 人家会因为这个 你觉得看得起你吗 不会 你越真诚 越舒适 代表你越自信 所有优秀的人 成功的人 他们一定都自信 自信跟自信之间 叫惺惺相惜 互相认可 这是很多的这个博主 在给你讲的时候 如何跟大哥 如何跟大佬交朋友 你说这话就扯淡 就什么也不懂 你明白吗